駕駛員在等你 我還是選擇回歸家庭 照顧自己的小孩 當然進進出出服務業很多年之後 我找到了一個還不錯的雇主 那他在我的社區裡面 做了一個民宿業的工作 那我很幸運因為念大學 所以英文還可以 可以幫他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也是我人生 一個很不錯的工作想念 那做了五年之後 因為疫情結束 對 所以說到目前為止 我在離開這個工作之後 又去學了美容 考上了美容師 但是還是因為某些因素 我又回歸到服務業 現在在服務業有兼幾份工 我自己是滿尊重雇主的 我覺得只要我自己不能配合 或是我覺得因為 只要有家庭因素 我就會選擇離開職場 那當然現在很多年輕女性 可能會因為為了保住工作 會做了很多自我犧牲 可是我還是會覺得 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人生規劃 因為畢竟工作是可以取代的 56歲的黃小姐擔任社區總幹事一職 十多年前離婚成為單親媽媽 帶著三個小孩選擇擔任房仲 就算蠟燭兩頭燒也努力撐過來 我大概是在接近40歲的時候 因為先生其實在婚姻當中 所有的經濟壓力也都是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在他外遇的時候 我們就跟三個孩子商量 就毅然決然的離婚了 我的工作一定是要時間彈性的 我可以事業跟家庭兼顧 所以我們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一定是找這種時間彈性 然後可以隨時小孩子有什麼狀況的時候 又可以馬上支援這樣子的工作 所以我到了台北之後 我就找了一個防重的工作 蠟燭兩頭燒 因為你必須顧及你的工作 你必須要賺錢 然後又必須照顧小孩子 有的時候在小孩子生病 或是有一些學校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非常特別的辛苦 因為孩子一生病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收入的方面 對 因為我必須撥更多的時間來照顧孩子 所以我就在我的工作的時間賺錢的這一方面 就必須取捨 小孩一歲多的米玲 米玲在半年育嬰假即將結束前 被準公託放鴿子 米玲只能臨時向公司申請延長育嬰假 在延長育嬰假期間 幸運排到準公託也順利重返職場 之前其實是想說育嬰留停完之後 然後就是要讓他去上課 就是要去找準公託 然後那時候就是半年請完之後 他就說 就是他那間準公託說 他還有就是名額 然後等到我快要回來職場上班的時候 就是再打電話去確認 他才跟我說 你可能要再等個五六個月半年以後 才有可能有名額 反正我就是被放鴿子 那還好就是公司還願意 就是讓我再繼續請個半年 其實那時候 對就是要延長的時候 跟主管講的時候有點不好意思 就是很怕會不會影響到 就是同事的工作或是怎麼樣的 那還好就是 我們這邊的主管就滿體諒的 就是有讓我就是 好你就是繼續請 請到你有讓他可以去上課之後 你就再回來上班 因為之前有聽說 就是預音假會變成可能比較可以請個單獨 一天兩天這樣子 我覺得如果真的可以實行的話 對我們來說其實是比較有幫助的 因為我們 因為現在都是可能要很長一段時間 我現在的預音假才會就是才會被准許嘛 那現在可能如果可以一天兩天的話 我覺得會比較友善一點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發現 已婚上班族女性認為 台灣職場環境對於女性的友善程度非常低 以1到10分評分 平均只有4.4分 更有5成3因為懷孕生子 受到來自主管或同事的不友善對待 女性上班族更認為一旦站離職場 想要重返職業生涯的難度 為6.4分 那根據我們這次調查發現 其實台灣的職業婦女對於台灣的職場環境 好像不太滿意 他們認為台灣的職業職場友善程度 10分只有4.4分 那更有54.7%的婦女投下了5分以下的低分 那當中有5成3的人表示說 曾經因為懷孕生子遭到了公司的刁難 那他們認為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在職場上感覺到最大的壓力來源 可能包含像是臨時請假 可能會被為難 或者是他擔心生完小孩之後 沒有辦法重返工作崗位 或者是同事主管的態度不太友善 影響到他的考基 或者是他覺得可能未來的發展性 可能會受到影響等等 那我們也詢問了這些職業婦女 他們認為二度就業重返職場的困難度 大概有多少呢 那10分裡面 他們平均給出了6.4分的高分 那當中甚至有8%的人認為說 重返職場的機率幾乎是零 那根據了國發會的數據其實也顯示 在2022年台灣有33萬的職業婦女退出職場 就是為了要照顧老人跟小孩 那其中為了照顧12歲以下孩子的比例呢 大概有22萬人 可是反觀男性只有2000多人 所以可見這個比例懸殊是非常大的 那職業婦女我們也詢問了他們認為 什麼樣的條件他們會覺得是幸福職場呢 他們認為最重要的當然是錢了 只要年終跟獎金有給到位 他們覺得這是幸福職場 那排名第二的呢 他們則認為如果跟同事之間的相處融洽 會讓他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幸福的職場氛圍 其實近幾年啦 因為職場缺工的狀況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覺得現在企業呢 在對待女性重返職場的態度 可能也會更加友善 那再加上近年來其實蠻倡導男女平權 或者甚至ESG等等的 那如果讓你的職場環境變得更加幸福 其實是可以留住更多員工的 所以很多企業可能也在逐步調整 他們自己對於女性啊 請育嬰架的態度 或者是對於女性友善職場的環境打造等等 其實近年來是有逐步在提升的 通常企業裡面呢 可能會有比如說像HR 或者是一些行政體系的申訴管道 所以我們通常會建議 如果女性覺得自己在職場 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時候 可以先尋求公司內部的協助 那如果真的在公司內部 沒有辦法獲得幫助的話呢 其實在勞動部啊 或是勞動局等等 都可以有一些申訴的管道 讓女性來參考 人力銀行公關經理曾仲威表示 其他國家女性勞參率 同樣會因為照顧家庭而下降 但過幾年會重回勞動市場 呈現雙風曲線 但台灣女性的勞參率 則呈現回不來的下滑趨勢 可以看出台灣女性 在重返職場的二度就業路上 面臨更大的挑戰 記者李奇惠 台北報導 今ographical 然後 我們在港